相信大家对诺贝尔奖都很熟悉吧 但你是否听过搞笑诺贝尔奖呢 这个奖项可说是山寨版的诺贝尔奖 颁发给那些乍看之下令人发笑 之后又让人认真思考的研究成果 没错 2023年搞笑诺贝尔奖新四就公布了得奖名单 其中一款智能马桶装有摄像头 竟然获得公共卫生奖 究竟是什么样的发明呢 一起来看看今年获奖的 还有什么有趣的成果 一年一度让人发笑的搞笑诺贝尔奖得奖名单 星期四正式出炉 今年的公共卫生奖得主 是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研究科学家朴胜民 他和团队研发了一款智慧型马桶 这款马桶不仅可以识别排泄物 还具有肛门识别技术 简单来说就是看屁股识人 虽然听起来有些怪怪的 但这款智能马桶运用各种高科技技术 来分析人类的排泄物 以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团队可以做更多的 保护我们的健康 我们可以保护我们健康 所以这里是我的鼓励 让你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 让我们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 是健康健康健康 谢谢大家 表层海水和深层海水混合的力量 大部分都是由风力和潮汐推动 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沿海地区渔群激烈的性活动 也能够造成小型漩涡 因此获颁物理学奖 另一群研究人员探索人们 反复书写同一个字时 产生的违和感 因此获得搞笑诺贝尔文学奖 他们说这种现象是所谓的 旧式如新的例子之一 也就是明明很熟悉的事物 却感觉陌生 地质学者扎拉谢维奇 因为解释了许多科学家 喜欢舔岩石的原因 货班搞笑诺贝尔化学和地质学奖 你认为这种基础的事物 实际上在 geologist and chemistry 就是探索岩石 这些是 地质学者常常在地区 因为 有些东西不太明确 然后就会变得更明确 当你看到它 搞笑诺贝尔机械工程奖 则是颁给美国莱斯大学的研究团队 他们利用死蜘蛛作为机械爪子 可以抓取各种不规则形状的小物体 传播学奖颁给一群科学家 他们调查擅长道着说话的人 包括分析了神经成像 有别于庄严的诺贝尔奖 搞笑诺贝尔奖在1991年 由科学幽默杂志创立 是对诺贝尔奖的善意模仿 用来表彰那些先让人发笑后 陷入思考的研究成果 就连奖金也不过是因为通膨严重 便得毫无价值的面额十兆元新八威钞票 或许这些研究成果乍看之下很奇葩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科学价值 都要来超级地维定的 男人的监督 就跟智贝尔奖有维射 感谢观看